Martin,我很苦惱 你苦惱什麼? 因為接下來是父親節 我打算買一部手機送給我爸爸 他就用Android手機 我打算選一部好一點的Android手機送給他 但我又選擇困難 我不知道選擇什麼好 所以我就要找你 你不知道選擇什麼好? 我也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其實上半年很多廠出了一些高規格 還有樣子挺漂亮的Android手機 這些都陸續在市場上賣 前面有這五款手機 不如我幫你介紹一下 看看你能否選擇 好啊!麻煩你 先講講華為這部P10 Plus 它的最大賣點是有雙相機設計 而且經過Leica的認證 當初有一個感光元件是專門負責黑白的影像 所以用P10 Plus去拍黑白相片 比一般手機更好 近期推出的HTC U11 它擁有3D機面玻璃設計 以及一個幻彩的機背 看起來非常漂亮 另一方面 它的相機是超高質素 DXO Mark更加拿了90分 所以平時拍照上來 絕對沒得輸 這部Samsung的Galaxy S8 Plus 它用了雙曲面屏幕設計 加上機身比上代更窄 單手操作絕對沒問題 另一方面 這部機內置了智能助理Bixby這個功能 它就好像有一個真人助理在你身邊 幫你處理不同的需要 今年上半年較早時間推出的LG-ZERO 最大的賣點是有18比9屏幕 而這個屏幕支援HDR10 和Dobby Vision的規格 看片上比一般手機更好 簡直就像在戲院看電影一樣的感覺 同樣在近期推出的Sony Mobile XZ Premium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內置了4K屏幕 配合YouTube和Amazon Prime Video 就可以看到超高清的畫面 另一方面 它內置了Motion Eye相機 可以拍攝出960fps的超慢動作影片 平時想拍攝一些好玩的影片 這個功能絕對要用 好像每部都很好感 選哪部好啊? 選哪部? 不如五部買完吧 星期一至五都可以使用 那星期六和星期日呢? 啊... 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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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選擇 我的天啊 有多少人